5月2日,内地蚁人黄子涛现身香港杜沙夫人蜡像馆,为自己的蜡像揭幕。 面对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,黄子涛表示很感动,他笑颜,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地球,不管未来自己在哪里,这尊永远24岁的蜡像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礼物。 所以我觉得他在将来,不管我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,他永远都是一个能够保留着我的意识跟所有的历史,还有我的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。 我觉得可能当我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,他是唯一在这个星球上送给大家的礼物跟精神。 黄子涛表示,蜡像的右手比出C的形状,象征着自己爱的C-pop,量身的时候一直比着这个手势,感觉很累。 但看到这尊蜡像的时候,感觉很值得,当时的累也无所谓了。 5月2日是黄子涛的生日,他笑称自己的生日愿望就是从工作中解脱出来,休息休息,去旅行。 因为想过好几次说要不要继续工作,想过很多次,就是什么都不想干,就直接去旅游,各种旅游。 然后我更放心,我更向往的,其实更是大自然,然后更自由的生活,陪陪家人,就很,其实就像普通人的那种生活,是我特别向往的。 你能处理一下吗?